各位鄉親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張儀 我來自恆春 是這次立法委員登記第八號的參選人 我是鄉春郎 我的綽號叫張儀 所以很多人都會跟我開許多有趣的玩笑 甚至在我小學的時候 同學們還會編一首歌 叫做張儀 張儀 討吃一輩子 我是個個性非常歡樂的人 也是個很快樂的人 我為什麼要來參與政治這個不愉快的事 我待會會解釋 我恆春國小畢業之後 就像多數的恆春人一樣 因為地方欠缺良好的教育資源 所以我到高雄去求學 我在高雄念了林雅國中 高雄女中 畢業之後順利到台北的台灣大學 念了台大外文系 後來我去英國留學 回到台灣之後 從事法律相關事務 我覺得我對法律有興趣 因此就去台大進修部念了一個法律的學位 順利考上台灣的律師 後來我也去美國的伯克萊大學 念他們的法學碩士 也順利通過 美國紐約州的律師考試 有人問我說張律師 你這樣應該算滿好賺錢的吧 也算是某種人生勝利組 你為什麼要來躺政治這個渾水呢 我等一下就會解釋 先給大家看這些東西 這是一個口罩 這是一個帽子 我這次出來選舉很多人跟我說 張律師你是誰 我不管你啊 你做過什麼事 大家知道嗎 當周家綺忙著插他的旗子掛看板的時候 我在為大家做事 當蘇正清用他的叔叔嬸嬸 出來幫他卡位的時候 我在為大家做事 我為大家做了很多事 只是你們不知道那個人是我而已 我以前做事高調 但是我做人非常低調 這頂是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的淨灘帽 我以前參加政治抗爭的時候 都是戴著這頂帽子 然後戴上這個口罩 過去兩三年 我參與過很多社會運動 我去阻擋縣政府 要在墾丁的海邊 蓋一個破壞環境的車站 我去阻擋那些破壞路線棄地的地方 我為了恆春的弱勢鄉親站出來 因為我們的鎮長 想要把鎮內的車站搬到鎮外去 我也為受性侵害的婦女站出來 因為她不敢接受訪問 只好由我出面 我為大家做了這麼多事情 你們都不知道那個人是我 只是因為我把自己包裝了起來 這是我以前做事的樣子 因為選舉我必須要露臉 所以我開始把口罩拿下來 把帽子拿下來 之前有記者想要採訪我 他要問我以前的事情 後來我給他幾張照片 他說 哈 張律師 你怎麼都躲在旁邊 看不出來那個人是你 因為我覺得做事比露臉重要 我覺得做事比作秀重要 那個就是我的個性 今天為了選舉 我把臉露出來 希望大家可以很快認識我 我並不是一個天上掉下來的空降部隊 我做事已經做了很久 只是你們不知道那個人是我 好 我來講 為什麼像我這樣的人要參與政治 其實如果我不管政治 我的本科是外文系 我後來念了法律當律師 我確實是可以做一個還不錯的工作 領不錯的薪水 我可以每天喝下午茶 每天在海邊散步 都不用管這些事 可是我是屏東人 我是恆春人 我發現屏東長期以來被欺負 屏東長期處於一個 戰尾包衰 政治混亂的情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張地圖 這是黃國昌委員 在年初提供的屏東貪腐地圖 你們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 屏東二十幾個鄉鎮 裡面幾乎有八九成 都有鄉鎮首長 民代 因為貪污收受回控 而被收押 被起訴被判刑 我想請問各位 在這種的政治情況之下 屏東人的人民還有未來嗎 屏東人的年輕人還有未來嗎 如果不站出來 屏東會怎麼辦 我的政見叫做章魚八部 八部聽起來有點複雜 它其實很簡單 古人說心力除幣 心力除幣 我的政見就是兩塊 心力跟除幣 為什麼要除幣 大家都想心力對不對 大家都想賺錢對不對 好 今天我心裡 做出一塊很大的大餅 請問你們吃得到嗎 其實國家很多錢 國家不是沒有錢 只是你們沒有拿到那些錢 很多工程的人把錢拿走了 很多民代因為他選舉的時候 會選 他要把他的條阿咖 他選上之後 要拿這些東西來還人情債 國家的錢都被這些人拿走了 所以如果我們只有心力 只有建設而沒有除幣 事實上我們做出來的大餅 你們永遠都吃不到 我剛剛拿到那個選舉公報 非常有趣 我建議大家 其實可以跳過 直接翻到第二面 看我八號張儀就好了 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剛掃過了 所有人的政見裡面 只有我敢講掃除黑金 每個人都要建設 我覺得 政見發表會今天要來之前 我還在考慮我到底要不要來 因為我覺得 每次大家講政見 事實上它就是個話虎爛大會 不管這國家有沒有錢 先花都先贏啦 管他我什麼都要拉到屏東 什麼都要拉到潮州 我不管這國家有沒有錢 我就是喊出來 以後跳票不管你 我先騙到你的票就可以了 這個不是負責任的政治 我的第一步 我要先掃除黑金跟除幣 這裡面只有我敢講 那我說 為什麼周家跟蘇家 不敢說要除幣 不敢說要掃除黑金 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我們要掃除的弊病 你講那個周家 其他們周家 周點律是屏東縣議會議長 他的弟弟周土勝 承包工程 最近因為拿回扣被收押 議長本人也很厲害 我們都說他應該來幫律師上法律課 幫檢察官上課 議會的人幫他匯選 我們議長當選的議長 結果八個人被抓去關 我們的議長沒有事 這是多麼神奇的事情 然後再來講一下周碧雲 周碧雲以前是國民黨 後來變民進黨 他的樂樂養雞場 怎麼開都不會倒 他的先生郭政棠 可以對我們的行政公務員 罵伊尼攬叉 結果呢 我們的周點論大議長 屏東縣議會 你們真的很可恥 公務員被罵伊尼攬叉 你不是去支持公務員 譴責那個罵人的郭政棠 你們居然是用議會的公文喔 上面寫說 公務員開放擴音器 讓大家知道周碧雲老公罵他髒話 造成周碧雲的困擾 所以應該要懲處公務員 那天我抽籤出來 遇到周點論 他要過來跟我講話 我馬上抓住他 我質疑他 你們憑什麼 懲處一個 依法行政的公務員 你憑什麼 用議會的公文說 要懲處這樣的公務員 公務員是通過國家考試 執行公共事務 保護民眾權益的人 你為什麼這樣欺壓公權力 我說他是民主支持 他到現在都不敢告我 為什麼 因為我說的是對的 周家的人 有多麼囂張 各位知道嗎 選舉11月中才開始 今年年初 周家的棋子就掛滿了屏東 連我們墾丁國家公園 都是他的棋子 4月多的時候 還有個部落客他去墾丁玩 他第一句話嗆什麼 我再也不要來墾丁了 到處掛滿 國民黨立委候選人的棋子 這到底是墾丁國家公園 還是周家祺國家公園 掛到現在 那還是母親節的棋子 而且我告訴各位 你現在去墾丁國家公園 還可以找到周家祺母親節的布條 你們把屏東當什麼 屏東是你自己的地盤嗎 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嗎 我為什麼出來選舉 第一 我討厭囂張的地方勢力 第二 我討厭政府亂花錢 他們剛好就是我討厭的代表 講一下蘇正清 蘇家有一件事情 他們一直不想講清楚 蘇家的沙石廠到底怎麼經營 大家知道沙石業是個什麼樣的行業嗎 那行業其實非常好賺 你就是只要有背景有勢力 去框一個河道 開採沙石都不用你的錢 都是國家幫你出錢 然後你就把沙石拿去賣 大賺齊錢 環境是我們的 破壞的環境是我們的 以後我們還要拿工廠去幫他們擦屁股 可是錢是被他們賺走 如果這些弊病不除 我告訴各位 大餅怎麼做 你們永遠都吃不到 你們永遠只能吃屑屑 所以為什麼我把儲幣列成我第一個政見 很多人問我說你的政見政見在哪裡 我要告訴各位 我張儀的政見不是只用說的 我是用做的 我一直追打周家祺 一直追打蘇正清 一直追打周點論 就是因為我要儲幣 地方勢力不除 我們永遠沒有好日子可以過 再過來講 我儲幣完之後 我不是說留個爛攤子給大家 屏東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之前我去看一個歌舞劇 叫做車過仿寮 他們用了餘光中的話 他說西瓜肥肥水甜甜 屏東就是一個這樣美好的地方 我住過美國英國加拿大 我告訴各位 肯定的海邊絕對不輸國外 可是如果你們去墾丁 會發現 攤販跟商家把路邊搞得一團亂 沙灘弄得一團亂 我們想要跟國際競爭 想要賺外國人的錢 你必須要做一些改變 這些改變需要勇氣 所以我張儀才願意站出來 我知道改變不容易 有人跟我說 張律師你這場仗很硬 因為一邊是國民黨 一邊是民進黨 你又出來得很晚 但是我告訴各位 我張儀直打硬仗 今天這場仗很簡單 我就不用站出來了 我之所以願意站出來 是因為這個地方需要我 屏東還可以怎麼做 人家都說屏東站尾包衰 我告訴你 我來自恆春 我們還是水尾中的水尾 我們在真正的台灣尾 屏東人在吵說 什麼那個左營高鐵到屏東是不方便 差二十分鐘三十分鐘 我需要一個高鐵拉到六塊錯 你們知道這句話一出來 平南的人都生氣了 因為對屏東南部的人來說 我們去左營更方便 你把高鐵拉到六塊錯 對我南部一點幫助都沒有 屏東要改變 你不能老是重南輕北 這樣會頭重腳輕 你必須要均衡發展 屏東要怎麼改變 我的政策是交通三件 很多人地理沒學好 我要嗆一下潘孟安跟林佳龍 潘孟安你是屏東人 林佳龍你是台灣人 你們對屏東一點概念都沒有 屏東是一個非常長的縣市 屏東的北邊 其實跟高雄的南邊是差不多的 所以事實上 屏東的北邊跟高雄的南邊 應該做統一的規劃 高鐵應該拉到平北 那高鐵站呢 高鐵的優勢不是短程運輸 是長程運輸 所以今天高鐵如果要拉 它其實應該要從左營 往下拉到潮州或者是方寮 你到方寮還有機會可以去台東 那事實上對國土發展來說 是非常良好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拉到六塊錯 它就是得退路 那個對地方發展一點好處都沒有 可是現在政策為了騙票 因為平北的票比較多 所以拼命喊說要把高鐵拉到六塊錯 那絕對是大錯特錯 再來高鐵拉到潮州跟方寮之後 那恆春半島怎麼辦 我是恆春人 你們知道我幾乎是恆春唯一的律師嗎 為什麼沒有律師要待在恆春你們知道嗎 我從恆春到屏東地方法院 如果我搭乘大眾運輸要兩三個小時 我們到屏東一天只有幾班車 如果我要開車也要快兩個小時 光去法院地狀 我認識的律師就住在法院對面 過去只要三分鐘 我從恆春出發每一次都要三四個小時 所以恆春幾乎沒有律師要待 因為你非常非常的麻煩 我跟那些政客不一樣 我告訴你們為什麼政客說的交通方案不能信 因為他們有公務車有司機 他們根本不了解民生疾苦 他根本不知道說等車的痛苦 不知道怎麼接駁這些班次 我跟各位講 我一般騎腳踏車 然後我通常搭公車 我搭鐵路我搭捷運我搭高鐵 而且我住在恆春 恆春怎麼到台北 我告訴你全台灣可能沒有人比我更了解 我常常南北跑 交通政策應該要問我們住在台灣委的人 我要跟各位講 恆春真的需要一條快速道路 為什麼 恆春是個偏鄉 我們沒有大醫院 沒有很多教育人才來 為什麼他們不要來 你要想醫生有家庭 老師有家庭 他來恆春教書 來恆春當醫生 他的家庭要不要跟著搬下來 小孩子小的時候可能願意 長大他們要念書 他們就想要留在都市裡面 那我怎麼把人才吸引過來 如果今天有一條快速道路 可以讓恆春跟高雄的距離 只剩一個小時 恆春馬上可以變成高雄的衛星市政 那我們就會有很多專業人才 願意來恆春服務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解決偏鄉的問題 然後也可以解決交通的問題 所以我的交通三件 我認真希望交通部聽進去 不要自己規劃 交通應該回歸專業 而不是選舉騙票而已 好 再來我要說 屏東其實可以國際化 我自己在國外念書 待了很長的時間 我覺得屏東很可惜的是 並沒有把屏東該有的規模做出來 屏東三面環海 我們照理說應該是南向政策的大門 可是我們現在做的好像是 南向政策的後門 窮鄉僻朗什麼都沒有 每年減少五千人 立委這次少一席 大家就吵起來 未來五年之後 會少十二席的議員 我們的人口數不足 人要從哪裡來 最近蔡英文一件事被罵翻了 因為香港人說她用鮮血來換選票 然後香港人想要來台灣 可是好像不是那麼的容易 我的建議是 其實我們可以從香港開始 考慮廣征國際人才來 為什麼是香港人 第一他們跟我們的語言比較接近 文化也接近 第二香港人的英文夠好 國際官強 有人會覺得說 張律師你幹嘛不用屏東自己人 屏東沒人才嗎 或讓屏東人回來 我告訴各位 我們就是每年少五千人啊 你要哪裡從本地生出人來 還有有一點 其實我鼓勵屏東人外出求學跟就業 從外面學到一些東西之後再回來屏東奉獻 你不一定要永遠待在屏東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需要外面的人進來 因為外面的人會帶來外面的思維 外面的想法 他會促進這個地方的活化 所以我希望屏東可以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 我在屏東待久也有個想法 屏東人普遍沒有信心 因為我們站尾包衰被欺負習慣了 所以變得我們自己也喜歡唱衰我們自己 其實屏東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我在國外念書之後回到屏東 我深深感覺到兩者很大的差距 我要講一下 我這次出來選舉 我剛剛聽到有人選舉說花了六百萬拿一千七百多票 我去年選過恆春鎮鎮長 我只有花六萬 我拿到三千多票 而且我選舉當天 選舉登記那天我才把口罩拿下來 我只有露臉兩個半月 我這人的個性喜歡以小博大 聖經上有個故事叫做大衛與哥利亞 我不是教徒但我很喜歡這個故事 大衛是一個矮矮的小小的人 哥利亞是個非常非常大的巨人 可是大衛運用智慧打敗了哥利亞 台灣是個非常小的國家 其實我們可以小而強 屏東是個很小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小而強 我個人最喜歡的時代是戰國時期 戰國時期有一句話叫做不一傾向 什麼叫不一傾向 不一就是穿著那種很破衣服的人 傾向是宰相 他的意思是不管你的出生是什麼 不管你的父母是誰 不管你來自何方 只要你有本事 你就可以當到國家的宰相 我覺得理想的社會應該是這樣 他的階級是流動的 你不會因為你的父母是誰 而改變你的未來 這次我看到蘇正卿跟周家綺 很多年輕人跟我說 張律師謝謝你站出來 因為看到他們兩個 我們都絕望了 周家綺你靠的是爸爸 政見發表會到現在他都還沒有出現 其實你們去看之前的新聞照片 周家綺做每件事 他的爸爸都跟在後面 連抽籤那天出來 我跟周點論吵起來 周家綺也是躲在後面 欸你是要當立委的人欸 剛才有事你就躲起來 你只會龜縮而已 你要怎麼當立委 今天政見發表會 他到現在還沒有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的爸爸不能進來 難道因為你的爸爸不來 不能替你發言 你就跟著也不來了嗎 當立委可以這個樣子嗎 那來講蘇正卿 坦白說我在恆春 對這個人完全沒有概念 因為他很少在平安活動 這次為什麼蘇正卿會來平安 很簡單 因為民進黨不要他了 本來蘇正卿被排進不分區立委 結果民進黨不敢放 因為放了大家就罵 再來 在平北選舉 也不敢放蘇正卿 只好放中嘉賓 最後他們不要的蘇正卿丟來平安 欸拜託你們 縱北清南到這個地步 你們不要的人就往平安塞 你把平安當什麼 我們不是過氣政客的回收站 平安需要真正的人才 然後為了保住蘇正卿的位置 我們看到前一陣子 他的叔叔省省都出馬 出來要卡位要選舉 就是為了幫他保住這一席 可以出來參選 蘇正卿這次出來 很多民進黨黨員跟我說 他們投不下去 尤其是有理念的那一種 我必須要講 國民黨一百年 他一開始確實有理念 有能力 所以他做得還不錯 但他後來沒有了 所以現在就快倒了 民進黨大概四十幾年吧 從街頭走向政權 曾經也有理念 也有很多人才 可是如果你們現在 變得像國民黨那樣 喪失你的理念 以後也只會被選民唾棄而已 我這次選擇會跟時代力量 合作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都是屏東人 說實在話大家都知道 屏東沒有藍綠只有黑 你光一個樂樂養雞場好了 背後的周碧雲是民進黨 執法的人是 潘孟安也是民進黨 可是呢 跟周碧雲要好的那個 屬屬叫周碧論 他是國民黨 然後跟潘孟安是好朋友的那個人 是周碧論也是國民黨 我們根本就沒有所謂的藍綠 我們根本就沒有所謂的 國民黨跟民進黨 我們只有 不斷不斷的分贓 不斷不斷的欺壓而已 為什麼選擇時代力量 因為他是一個在屏東沒有包袱的政黨 為什麼選擇時代力量 因為樂樂養雞場只有黃國昌 他居然從台北下到南部來幫忙 你們不覺得很感動嗎 我們真的需要伸出援手的時候 有人伸出那雙手 然後那個就是時代力量 我個人其實不喜歡加入任何政黨 我也不喜歡跟政黨合作 因為我是一個很獨立的人 我相信我自己的能力跟我的想法 可是時代力量讓我感動了 我覺得他是真心要為人民做事 沒有錯他是一個很小的黨 誰沒有小過 國民黨剛起來的時候 不是七十二劣勢嗎 站了起來對抗三百年的國家 民進黨一開始不是就那幾個人而已嗎 我希望大家不要嘲弄小黨 要尊敬小黨 如果他是有理念的小黨 大家應該要支持他 因為小小的黨可以變成大大的力量 小黨有兩種 一種是小藍跟小綠 他只是因為在原來的黨裡面卡不到他的利益 所以跳出來 有一種小黨是真正有理念的 像時代力量 我希望大家支持這樣的理念 因為支持這樣的政黨才是支持大家 這次選舉 我承認我出來的時間很倉促 但是我做的事情非常多 大家可以去網路上搜尋 我張儀過去做的事情 絕對對得起這個地方跟對得起大家 我是一個很認真做事的人 說實在話 這次選舉 有人跟我講說 啊 張儀他們兩個 幾個課啊 幾個課啊 八 我張儀就是靠自己 我張儀就是靠大家 我希望大家這次會認真好好的想一想 你要選什麼樣的人才是對你有幫助的人 如果你選了周家旗 我告訴你 周家的旗 周家的勢力 就會像你現在看到的看板跟旗子一樣 遍布屏東 你不會有翻身的機會 你想像那個被欺壓的公務員 被罵髒話 還要被懲處 那就是你選周家之後 屏東會有的下場 蘇正清 你想想看 蘇家的沙石場還沒有解決 這個勢力本來在平北 他會不會來到平南 會對我們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一個連他自己政黨都不敢推薦的人 你們要相信他嗎 我認真呼籲大家 請把你神聖的這一票 立委投給八號張儀 政黨投給六號的時代力量 因為我們是真心要幫大家做事的政黨 確實我們很小 確實我們人很少 確實我們錢也不多 可是我們有很強大的信心 我們有很大做事的決心 我為什麼會跟黃國昌老師合作 當初我們在立法院談的時候 就講好 我們不只是這一次選舉 未來我們都要長期的合作 我們要長期服務平南的鄉親 其實平南很多弱勢需要幫助 我自己是個律師 我在地方上遇到很多 有些老人家甚至不識字 被人家騙就去簽一些奇怪的文件 然後他的地就沒有了 或者有一些不識字的人 他根本不知道有這個補助 然後就被別人拿走了 我會留在屏東是因為屏東需要我 我也希望大家支持我 讓我願意留在屏東 為大家努力跟奮鬥 請大家記得 1月11號去投票的時候 你的政黨投給6號的時代力量 你的立委投給8號的張儀 然後這份選舉公報 我還是要再次強調一下 我覺得大家應該翻到第二面 然後好好看一下我張儀的這一邊 你看看我的學經歷 看看我的政見 去體會為什麼像我這個人 要留在平南努力 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努力 讓平南變成一個更好的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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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